妮妮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 她只有一间破烂的屋子 有一天她自言自语道 我多么想成为一个妇人呀 如果我有钱了 我绝不吝啬 她刚说完 财神就出现了 我可以让你梦想成真 这个盒子里有一枚金币 但不管你怎么拿 里面始终都会有一枚金币 不过只有将这个盒子丢掉 取出的钱才可以用 说完财神就消失了 妮妮打开盒子 里面果然有一枚金币 她把金币拿出来 结果里面又出现了金币 于是妮妮不停地拿出金币 过了一个晚上 金币就堆成了座山 太阳升起后 妮妮饿了想去买点吃的 因为财神说过 把盒子丢掉才能用钱 于是她拿着盒子去到河边 当她准备丢掉盒子时 又突然觉得自己的钱还不够多 于是她返回家中 继续从箱子里取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妮妮完全可以用这些钱 过上富豪的生活 可她总是对自己说 再多拿一点吧 妮妮只顾着拿金币 不吃也不喝 还没来得及享受 就饿晕在兑满金币的房子里